我們今天來拍這個第三步 哪一個第三步 就是我們上一集第二集的時候 我們在這個芭拉丘的下面 在這個箱子的下面 箱本體 放了兩個特殊的草片 怎樣的特殊 就是 就是這個農擦牌的跟這個三擦牌的 草除片的比較 實驗 看看哪一個蜜蜂的接受程度高 今天是第四天 桃圍鋼的四天 我們看看它蓋的情形 來先打開喔 我放在箱本體 這個是機箱 所以這個風量是比較夠的 風量比較夠 它 接受不接受 蓋的程度怎樣 我現在都不預設立場 也不知道它怎麼樣 會打開來就知道 一倍要知道了 我先把這個機箱拿開 機箱拿開之後 格王板再拿開 進去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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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來看實驗證明的 喂 風很軟 要用抖風嗎 抖了啦 抖上去風 看下去就好啊 它就沒下去 對啦 蜜蜂就是 蜜蜂就是膽子小啊 喂 森林火災了 不要亂講話 就跟它講 它這個蜜蜂是膽小鬼啊 你不要亂講 你跟它講這樣 它就嚇一跳 嚇它 歪了 你看 它就用抖風比較快啊 你看吧 抖一抖 我比較厲害 揭曉了 還記得上一集嗎 左四片 右四片 中間兩片 所以直接來 來揭曉 來揭曉 中間那兩片 就是今天 要看的實驗結果 其他的等一下要檢查 我們先 揭曉 一二三四 走開 走開 來 一二三四 這一片 拿起來看 看有沒有蓋 蓋 蓋得怎麼樣 這是第四天啊 裏面上次還沒有蓋好 嘿嘿 來 這個是 三叉牌的 三叉牌 這是濃叉牌 是看 現在看是 三叉牌的 有蓋一些 比較厲害 比較厲害 三叉牌的 比較厲害 目前看是這樣子 另外一片 另外一片看一下 不一定 因為還沒有到結果 所以這第四天 先拿出來看一下 看發展的情形 結果要全部都蓋好 才 才 才算是比賽的結果 怎麼樣 哇 這邊又不一樣 這邊不一樣啊 這邊不一樣啊 這邊是 濃叉牌的 呃 都快滿了 濃 濃叉牌的 快滿了 快滿了 三叉牌的 也有一部分 也有一部分 所以這個 看背面 也有一部分 濃叉牌 跟三叉牌 這一面是相當 對 所以整個面積這樣有木刺的話 應該是 三叉牌不錯 三叉牌不錯 但是濃叉牌面積是比較大的 所以應該說濃叉牌小勝 好 應該這樣子 好 這個就是我們比賽的結果 可是這兩片不一樣喔 這邊那個三叉牌的 對 因為我看前後面 後面啊 這個前面放三叉牌啊 對 這個前面放濃叉牌 對 所以 我覺得方向有 方向有叉 好像放前面一點的掀蓋 對 好 前面一點的掀蓋 所以各有千秋了 喔 蓋得很漂亮 蓋得很漂亮 還可以 好 各有千秋 有火了 嗯 有火了 我忘了 有火了 好 那 比賽 目前還沒有揭曉 這個只是在中間在查看的過程 現在看是接近五五坡啦 還不知道結果 那我們影片就先到這裡 再過四天之後再來看 看它結果怎麼樣 掰掰